精彩气教育 制作人 教育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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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请问师傅 那我就还是 继续每天看师傅的视频 就一直 一直看就对了 所以 请问师傅 那我还是继续每天看师傅的视频 尤其圣贤的教育 他都是在不断重复 当中养成 所以事实上 佛法的这些明相的学习 重在参户 不在解释 解释跟参户有什么不一样的 解释就是说 很多人在学习常常会抓着一句话 师父这是什么意思 师父就跟他讲 这有两种意思或三种意思或一种意思 他说我懂了 我明白了 这样就回去了 这个叫做解释 那佛法明相照理说是要参户 就是说你不一定会问什么意思 人家跟你讲什么意思也没关系 可是你不会只实在说 哦 就是这样而已 哦 这样我懂了 不会 你会再去体会 那个参不好解释 体会 所以叫做参户 你会在你人生当中不断重复当中 你会意会到什么 那个意会 就是一种物 参户 所以佛法的这些明相 重在参户 那既然是这件事情 你就不可能 只看一次 或只看两次 或只看三次 这样 你有可能看 五十次 五十次之后你再去实验 你看五百次 你会发现同样一个名词 你第五百次的感受 跟第五十次是不一样的 那解释的话 你五十次 一个师傅跟你解释五十次 跟解释一百次还是一样的 可是师傅 我看的视频 每天看的视频都 这可能是自己的方式 我都会先 先 规则请洪盛师傅 今天帮我开视 然后开完之后 我就会看YouTube的视频 哪一出现出来 我就会 就会看哪一出 这样子应该是 可以 反正你就是有一直看就对了 我懂你什么 因为我们的视频并没有 分什么第1级第2级第3级 有连续性并没有 我们的视频基本上都是一个就是完整的 每一个都是可以是独立完整的 当然你连着看也是可以 你 跳着看也可以 因为我都是先请示师傅 然后视频打开就是师傅 你等于有点吃饺子老虎 不是不是不是 然后这个跳出来就适合我的 不是不是不是 师傅把我挑的 不是不是不是 是刚好今天的心情 然后请示师傅 师傅视频出来刚好对合我的 对对 对合我的那个当天的那个问题的所在 都会对到 对对对 所以我知道 我刚刚讲是用那个做开玩笑的比喻 就是不是说你刻意说今天要看哪一集 明天看哪一集 不是这样可以 对对 是请示师傅 然后开示 然后就刚好都就是心中刚好有个节障碍 然后就看完又过了这样子 对啊所以就是把所有的这一些当做一个 天天有在勋修就对了 对 对啊 勋修你就会有体悟嘛 就像你们刚刚讲的 从最早初始的时候 一阵子你们自己都会感受到你们的转变 对啊 那就是一种不 他转变最多了 他转变最多了 他想说前几天想说我们要来拜见师傅 然后两三天前就出现那个 那个视频 那个视频是什么 刚刚讲的那个 总在一员不同的 就看到那一则真的 我们心境 对啊 就我们他非常的体悟 就是真的是似乎是上上司 就像福德善根因缘那个 对 善根福德因缘 不得少福德善根 对对对对对对 对啊 对啊 所以要去增长他 去累积他 所以好像你们也最近有说什么这个 比较传要在一种福德力的加深嘛 对不对 善根福德因缘啊 善根福德因缘啊 善根好像是先天带来的 对不对 那你也没办法说 从哪里努力起 不知道 对不对 啊 福德可以啊 福德因为你们知道布施啊 对不对 善布施努力做 福德就会增长了 通常福德力增长的人 福至心灵 善根就会连带 引导出来 带出来 那这时候善根福德比较好的 他通常会遇到的一个比较好 所以他很感恩遇到洪圣师傅 很感恩师傅 所以我们就 对啊 所以我们非常的感恩洪圣师傅 所以我们今天也 刚好师傅只有我们两个 我们超开心的 真的很发誓 对啊 因为我们第一次前就很开心 哇跟师傅见面了 很开心 那今天上午还没吃饭 就先喝茶 好 谢谢 感恩师傅 但我们也很快 kalau和 photography